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文庄委副主委 参选立委的洪孟凯先生 欢迎虎大哥 大家好 无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徐立信先生 虎大哥 各位关心朋友大家好 我在正式请问三位前 我们今天事实上做两次论书 民进党的党内出选问题 国民党的党内出选问题 但是我在正式请教他们前 我还是再三强调我们的立场 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立场 为什么 因为毕竟选举到了 我必须保持几个原则 我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 尤其是海外观众朋友报告 以及让我们的羽谈人知道 我们的立场 这样才能绝对尊重我们言论自由 第一 我这个节目 一定强调媒体中立 第二 政党平衡 第三 这是一个公共平台 我提供公共平台 我绝不做诱导式的 或做前置式的 或是前一天有暗示的 我不做这种事 我再三强调 第四 我绝对尊重我们羽谈来宾的言论自由 因为在场者是我们后制的制作人 绝对一刀不剪 同时我也尊重你们言论自由 我会继续邀请人来做固定来宾 表示我的豁达 有人也问说 为什么没有找立委 因为目前的立委参选 正在一个党内 有些党内纠缠状态 所以我暂时可能要到四月底 五月初 才会找两党 各党的立委参选 我还是强调理性 那我像 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 是为什么第一小时 八到九点是争论 第二小时是专题 我这边公开回应 有很多人问我 来 请看 我们节目主题 我们建构国家认同 你可以称他中华民国 可以称他台湾 或中华民国台湾 我都尊重 民主价值 那根本不用说了 在座三位都寄成草根 我们建构国民社会 同时 这个问题是很多政论节目没有谈的 司法 金融 税制 党产归零转型正义 所以我礼拜一 一定邀请张细成教授来谈国际形势 礼拜二 邀请陈志荣教授 还有这个检察官 刘成武前作 来谈司法 金融 税制 我下周三 周三开始 邀请黄云林律师 陈祖祥律师 以及邀请党产会 以及促转会人士 来推动党产归零转型正义 所以周二九点的专题 是司法 金融 税制 周三的专题是党产跟促转 我必须坚持到底 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 当然也很有不同的正常意见 但是我要必须提出来讨论 同时我要再强调 我们继续推动 周末 比如今天周末 会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希望三位年轻工作者 能够铭记 微博 这位社会协家 一百年前说的 政治是置业 他必须有热情 判断力 责任感 各位可以了解 我为什么要请年轻人 我们在做未来的节目 我们在投资未来 在三五年后 甚至十年后 他们或者立委 或者部长 甚至国家领导者 我们有这个责任 培养民意代表 或未来的内阁 或国家政府首长 这是我的责任 我用于在此 同时我要再引用 威廉·克拉克教授 其实他是我父亲到日本留学的 一个太祖老师 太祖 太祖 等于是好几个世代的老师 他留下一句话 他是杂访龙校 有今天北海道大学的校训 boys be ambitious 用在今天的话 应该知道 girls boys young person be ambitious 我希望我们在座者 能够抱持这个企图心 这企图心不是个人 而追求国家利益 追求全民独子 同时我跟其他节目一样 我周末为什么要做文明呢 这是Kennett Clark 肯尼斯·克拉克勋爵 他在英国BBC第四频道 主持叫做文明 他每次在讲究结论的时候 讲究结论 意思说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上个礼拜 我有机会跟 魏德胜导演 我们在一个场中对谈 他说他每天都说 看我们的新闻大节目 谢谢魏导 但是他也跟我说 他是用电影 在说台湾人故事 讲真好 我也是透过我们的政治评论节目 来说出台湾人的共同的信心 希望 爱心 请各位宽容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导演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不得不如此 我希望在所有的争论节目 我相信我的节目不一样 尤其是我们的海外观众 特别肯定 我们不断邀请年轻人 我们就来看民进党的最新的党内出选的状况 蔡总统接见美国国务院 经济商业事务局 副助亲米韦德一行人 再谈新南向 美台关系持续加温 但民进党总统党内出选 却是状况不断 因为协调还没有产生成果 而国民党候选人也还没有出现 所以民进党前天 经有中职会的民主机制 大家觉得并不急 可以再延长协调的时间 我们会努力再来协调 希望一个是现任总统 一个想当总统 应该都有智慧 好好的怎么样子 能够有最好的结果 但英系赖粉网络大战已经开始 被视为赖清德子弟兵的立委郭国文 脸书遭到英粉洗版 质疑赖清德为什么要出来选 唯一支持蔡英文 过度竞争或过度的延迟 其实都会造成日后 整合上一个成本 所以我真的呼吁大家要冷静 民进党总统人选出现时间往后延 但这段时间党内依旧 刀光剑影暗潮汹涌 其实今天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所面对的状况 让我想起犹太人一个经典故事 就是两个妇女为了一个婴孩 到索罗门王之前来征收是谁 是谁得到 我觉得今天的两党都面对着困境 一种道德的困境 一种取舍 这我可以理解 我在请教一分前 我跟大家报告 我已经邀请时代力量主席 邱贤智主席 以及时代力量的选举对策委员会的总招 也就是秘书长陈门秀律师 一起来谈时代力量观点 我三三强调 一分我想你谈这问题会比较轻松 毕竟是他党的事 但是我希望从一个第三党 至少第三党的立场 你看这是蔡振英说 负重赛跑未必有利 也是事实 执政有他的优势 有他的报复 这是赖清德前院长 面对空前未有的压力 我相信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说他也必须配合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风范我肯定了 游戏规则改了 与其抱怨游戏规则 你说好配合 这一点我要肯定 当然最近也不断传说 在初选办法订定前 事实上民进党党中央 曾咨询 赖说不选 却有其事 我们新闻中都有看到 然后这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困境 选举的困境 也是胜败的关键 一文小姐站在一个基层名代 包括一个你是他者第三者 你总评论请 其实现在在于昨天 民进党的 前天不好意思礼拜三 民进党的中指会开会之后 决定这民进党的初选 即将延到5月22之后 那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罗文嘉秘书长 已经有说 就5月31号之前 是看起来目前是说 确定会举行民调 事实上过去我相信 其实大家也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是说民进党本来是预计在 大概就差不多这个时候 就是4月中十几号这个时候 要举行民调 那个时候那个新闻 特别引起我注意 是因为那个时候 事实上立法院在最近 其实就要进行 同婚法案的协商 那个时候其实 同婚法案这件事情 这件议题在民进党内 事实上是不同世代 以及党内各个不同立委 其实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消息是说 其实民进党内 是有跟自己的一些支持者 拜托说 我们是不是等这个党内的总统 初选有一个结果之后 大家再来讨论 这个同婚的协商的问题 不过现在因为初选延期都影响 所以现在初选 竟然延到5月22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5月22号 5月22号 对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5月24号 其实就是两年前的大法官示线 规定5月24号之后 同婚是必然会合法化 也就是说5月24号之前 立法院必然要去讨论 这个同婚法案协商 那我在这里必须提出一点 我不确定 之前到底民进党内 有没有人讨论过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事实上从去年底的公投结果 也可以看得出来 同婚法案在不同世代 以及也许不同地区的支持而言 其实是抱持着不太一样的立场 跟态度的 那现在延后初选的时辰这件事 到底对民进党来说 是好或不好 我作为一个实在力量的 其他党的党公职 当然不便说好或不好 不过我认为 同婚法案的协商 在立法院的态度 也许也会是一个变数 也许也会有影响 那事实上现在 在民进党3月18号 这个赖清德前院长 他就是登记总统初选的参选之后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新闻 从3月18号一直到现在 民进党初选这样子的 每天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新闻变化 然后每天就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总统太党主席讲了什么 卢文佳秘书长讲了什么 那参逸总统讲了什么 那赖清德院长又讲了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从3月18号一直到现在 老实说就是民进党过去 的确在这段时间 是成功边缘化了其他候选人 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过去我们常常看到 国民党有很多的新闻 然后常常看到韩国瑜怎么样 但是一直到最近这几个礼拜 这些新闻事实上 讨论度非常地小 所以事实上证明 的确民进党初选是成功地 去边缘化其他候选人的 这个焦点 也就是说现在全台湾焦点 几乎都是在民进党初选 这也是因为民进党这是第一次 也是台湾其实有总统以来 第一次是有现任总统表示 要连任议院之后 其实有党内的这个 其他人是想要去竞争 这个初选的这个阶段 那当然成功地找回 这个议题设定的焦点 对民进党来说我必须讲 其实也是一个正面的效应 但现在我们必须要注意 到底在现在已经决定要初选的 其成整个延后的状态下 已经越来越白乐化的状态下 我们要如何去避免 我们要注意 事实上在2019年 一直到我们面临2020年的 这个立委级总统大选 过去一直从2018年的选后 就非常多的社论也好 或者是非常多的讨论 是在讨论说到底2019年到2020年 台湾的本土派 本土势力 要怎么集结出最大的能量 让我们的国家领导者 依然是一个本土派的领导者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 民进党初选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 越来越白乐化的过程当中 同时避免这个族群的撕裂 我觉得这是对于民进党 所有支持者而言 都非常重要一件事 不要说实在地上有这种想法 连这个社民党的 幻云召集人跟苗伯雅一言 事实上也有类似论述 所谓的捍卫本土政权的整合 当然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比较幻率的观点 谈到同分 我容我引述这个目前的教宗 其实天主教教廷 过去是非常保守的 几乎都是反对同分的 但这位叫做方济格的教宗说 尊重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可以接受的 他用respect 他用意大利话说尊重 我想这个太 但是会进入立法程序 我想这个一分一言提出来 可以讨论 也不要忘了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前天AIT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 主动宣布 下周美国前众院议长莱恩 会带领大约二十几位的重量级的 政府或智库或前军方人员来台湾访问 还讲到扩大庆祝 所以这是 有人说 美国是在打台湾牌 或者挺小英 这是一种说法 我尊重了 但是回过头来 台湾国家安全主权独立问题 其实也是今年大选一个重要的议题 问题是 我在引用克劳塞维斯在战争论说 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理性 他说战争最脆弱的地方叫做理性 因为你面对一个战争的迷雾不确定性 你就会惊慌失措 你就会恐惧不安 会情绪用事感情用事 你就会失去理性 所以面对这个 比如民进党或国民党 面对那么大的一个 我说就像一个婴儿要被撕裂 还是完整交给某个妈妈呢 这是很大的困境 孟凯你第二小时会 心头稍微沉重一点 第一小时来 旁观者 怎么看民进党内部的问题 请 我记得一句话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任何拿到权力的人 如果说你想要延续权力 手握权力不肯放 而不惜破坏制度 也要把持权力 这样的人都是腐化的人 所以不管我们今天看到 民进党我们可敬的对手 他的总统初选 到最后变成是延期 而且延到5月22以后 甚至5月31 甚至6月 本来还传出说要等 国民党的候选人选 出来才要提 一个现任的执政党 居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凸显了两个荒谬 第一个荒谬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大家还是物理看花 看不懂说 为什么民进党在要延期 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我解读 其中一个理由 最主要就是因为 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他确实在历次的民调以来 目前现阶段 他是低于 现在的挑战者赖清德 延后一个月 会不会对他的民调 有所上升 有所加分 不知道 但是他避免 他把战线往后延 这是确定的 第二个荒谬的理由就是 有任何人去参与 说不管是我们说赛跑 比赛 棒球 本来讲好了 跑500公尺 600公尺 突然有人 快要冲到终点的时候 主办单位跳出来跟你讲说 抱歉不是跑600公尺 是跑1200公尺 是跑2000公尺 再把终点线往后延 那这样子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 我们用很粗浅的话去谈 今天这一场民进党的初选机制 不管说他到最后结果是谁 出现的人是谁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已经破坏了 而受伤的真的是 所有不管是民进党的人 不管是这两位候选人 我觉得都是一种损伤了 那我们讲到是说 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一直在讲说不确战 然后又讲是说 没有人要挑战这个现任的总统 应该有所谓的什么现任优先 当然之后他又讲说 否认说这个话 可是我们就说 如果你真的当初不想要 有任何的初选者 或说任何的人 来跟你竞争的话 整期当初三位婚那时 不要办初选吗 你办连任庆祝感恩茶会 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你办了一个假初选 你办了一个机制 但是到最后又赖金德跳出来之后 你又在这样子 一而再再的变化 其实真的会让所有 2300万人 共同看到这一场的 这个变化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闹剧一场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在讨论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时候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是团结 大家都会把团结 放在这个嘴巴上 大家也都希望 赶快推出最强的人选 但是看到国民党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是国民党我们一直希望 是我们能够推出 一个最强的人选 可是看到民进党 现在是最强的人选出现了 但是一直在把时间往后延 希望次强的人选 有机会取而代之 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火车已经对撞了 一定会砍得刀刀见骨 东南书说刚才我们朱祁琳 有秀出来的 这个不管是挺赖清德的 这个立委 他的这个粉丝专页 已经被人家来进攻 或者是说有些网路上言论 把赖清德 把蔡英文互相的来攻击 其实我觉得时间拖得越久 对我们可见的对手 民进党来讲 一定是越加不有利 所以真的剩下的 就是中间选民的判断 我想因为是全民调 因为这个是民进党内的机制 我们当然予以尊重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有任何人是输家 民主绝对 任何人都可以输 但是民主绝对不能输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我希望民进党籍人士 也听听像 我们很开始 国民党欢迎的说法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我们这个节目 可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第二我要再三强调 我也期许我们的政论界的 不管主持人或评论者 即使你认为你绝对的对 也要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 以此来检验你的观点正确与否 因为人不能只靠主观的判断而已 能不能只靠主观的自由心证 人必须靠不同的声音来脑力 激动来做判断 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要期许了 不管民进党党中央 或者国民党中央 能不能保持一个理性 之前其实都有很多放话 都报纸变标题了 为什么再三引用马歇尔将军的话呢 他对他的部署 他也是把美国的将军 他参谋长把将军找来说 将军面对自己的群众 是绝对理性的 感情跟情绪 待会去送给你老婆就好了 讲真好 我希望两党因为纠纷 而有感情或情绪之事的时候 是不是好好思考一下 用理性的最好方式来解决 阿信我非常佩服他 他真是阿信 他百年六年的地摊 在蔡奇亚百两年地摊 高票当选 失言 有他接地气的地方 从你摆地摊六年的经验 来看看 我们现在看民进党 我相信你也接触 非常多民进党支持者 你的评论请 我想应该是只有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荒诞无稽 歹系脱棚 怎么叫荒诞无稽呢 因为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你这个游戏规则 都已经定下来了 当初大家也知道 定这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赶快要定呢 因为之前有问过 赖神他想说他不选 所以就赶快把它定下来 本来明后天就要证件发表 下礼拜就要做民调了 但是因为发现 竟然突袭式的去登记了 现在没有办法协调 只好用这种方式演 从来哪一个政党初选已经公告了 怎么还会有在中间又把它演的呢 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那为什么歹系脱棚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大家开始的网络战 不断的去攻击 我想以前一本书 人家说四书五经 大学里面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 交太以失之 忠信就是胡大哥这个忠信 忠实诚信才会得到 如果骄傲而且自以为是就会失去 今天这个议题其实就回归到原本我们讲的大学之道 如果一个执政者 他认为说他自以为是 他认为说我是一个执政者 我要随时要改 因人设事随时就可以变更 那这个游戏规则呢 就不是真正的一个民主机制 那不管在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因人而设事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民主的表现 那特别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检验两个人的这个言行 其实我们发现民进党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让人民没有办法信任的原因是 你跟过去的国民党 好像没什么两样 你变成呢 像譬如说公投过了 你也当作屁一样 那你现在呢 要做了这个初选的制度 可是呢 你却不照这初选制度来实行 因为现在发现了这个危机 而且我可以大胆的预言 如果呢 照这样子走下去 一定是蔡英文获得提名 虽然大家都讲说 现在蔡英文很弱 但是呢 如果蔡英文没有过 我请大家一千份吃鸡排 给大家吃看看 我相信 这种因人设事 这么多人 帮他去做幕后的策划 要去做这个游说 所以要去想办法呢 撮合哦 其实也犯了一个大忌 什么大忌呢 大家不要忘了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有规定哦 不只在总统副总统竞选期间哦 现在哦 政党的初选期间呢 你这种搓汤圆的行为呢 基本上也是违法的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民党他公告总统初选以后呢 其实就已经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睁大眼睛在看 你如果把这个时间又往后延长 5月22号以后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那这中间你们怎么样去密谈 怎么样去讨论都会变成美光灯的焦点 而且呢会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这些在大卫 或者是在统领国家主要正事人 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个规定 可是呢他不惜就是为了要提名我们的小英 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 我导致关键知识鸡排 你说什么情况下要请吃一千份鸡排 如果呢 蔡英文没有被提名的话 我请大家吃一千份的鸡排 好 这一栋到了民事到了刚好一千位 请我们吃 导播作证 但如果共沽 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 我1月12号就慰勞大家 因为大家很辛苦 所以民事员工这一栋 不管赢说输货 我都有鸡排吃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可以请各位观众朋友做个见证 没有 导播作证就可以了 因为强盗分配战利品要公平原则 那鸡排算什么 对我来说小case一桩 因为民事员工是非常辛苦的 我要必须讲 我们两位来帮忙发 给我们一点角色 你如果动算你不要再多一千 对 这算企业会钱吗 没有 这边并不是投票权的 对啊 我们不在领口 所以没这问题 你律师反应真快 而且我觉得 其实这在在反应 其实我 当然我是无党籍 我可以讲 其实呢 民进党这样走国民党的这种路线 是非常让人家不爽的 甚至我可以说 干脆有时代力量 小绿取代大绿好了 我们不是小绿哦 这个我们要严肃声明 这个本土派是一回事 这个不一定是小绿 我只是今天刚好穿绿色而已 民进党的大人 你看 我们年轻的开始都跟他呛声 你看 没有 我们当主席 当主席 有这个严正表示过 这个我们不是小绿 我们走出自己的路上 我同意 对对对 我跟你讲 我不是国民党籍 我也不是民进党籍 我什么党都不是 但是我追求国家利益 我追求国家安全 追求捍卫台湾民主价值 这大家共同语言吧 对 国家利益绝对大于政党利益 其实为什么关键是 因为我最近有个缅甸朋友说 我对那个缅甸朋友说 你们有翁山书记 我们谈有严肃记很好吃 他听得哈哈大笑 好 谈国民党 因为我希望不要那么严肃 因为 等一下闷凯 如果等一下你能笑谈国民党 我就佩服你了 像你们昨天博弈兄 就有点脸油油 脸油油 来 我们就看一段 国民党的相关新闻 喊三声爽一下就好 一讲 我们就回去要洗衣服了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到时候我再来 统一跟大家报告 因为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问题 我比较不方便回答 请大家谅解 不管侨胞怎么喊 主持人怎么问 韩国瑜前篇一律 回国再报告 谨慎回应 显然为参选之路 保留空间 还呼吁侨胞回台投票 明年 要拜托所有的侨胞 踊跃地回到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勇敢地投出神圣的一票 好不好 明年1月11号 台湾见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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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邦们有人站上椅子 有人拿手机抢拍 这场桥宴 袭开72桌 宛如韩国瑜造势大会 这波拱寒声浪 可还带给王金平 莫大压力 因为在吴敦义表态不选 朱立伦也说出 争招韩国瑜全力支持 初选则全力以赴之后 基层将炮口全对准王金平 甚至传出 由党内大佬 要将他劝退 我还没有听说 是你们听谁说的我不知道 那哪几位是我们的大佬 我一位都还没有听过 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我是坚信 初选我一定会过关 即使眼前兰茵使出各种方法 为征召韩国瑜铺路 王金平的残选态度 依旧坚定 我们都叫王院长 这公卿并数著 当事人 其实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分别发生 自己的本人世之变 这400年前 那时候的芝田信长 几乎一统日本天下 他即将成为将军之前 到我们叫上洛 上洛是洛阳 上海洛阳 那个上洛到京都去 前一晚住在这个本人世 就他的部下 明治光秀 因为他只带 芝田只带了100个隧户 那明治光秀 带了大概1万多的军人 把本人世包围了 换一把火把它烧掉了 本人世之变 这可以解释 民进党跟国民党 党中央都发生 逆袭事件 但是当代有个 日本推理小说 叫做芝田之棺 棺材的棺 他说 芝田信长没有烧食 他本人是有个地下道 他丢出去了 后来做和尚了 我不知道蔡总统 或者是今天 不知道 我讲哪位 你的人是不是 本人是自变 你有个地下道 出去安全逃出去了 这是一个点过 你总要在困境中 可以有脱困 好 那我就要请教 这个 逸奔 没有什么大利小利 只有国家利益 好 其实韩国瑜 这样比较聪明讲 不想分心 你就做学术讨论 虽然海外很多 华侨 主要华侨 应该是国民党制作 一直挺他当总统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虽然你可以说 那川普没有做过总统 也可以当总统 你可以解释 但是这不同解读 老师有个新闻 我要特别肯定 我认为是对的 一位叫做 这个主张武统的学者 不受欢迎人物 应该的 我公开支持 我觉得这个报纸 记者就完全不同意 剥夺言论自由 没有自信表现 我请 我跟各位报告好不好 我胡中心到北京 我如果说 打倒习近平 跟各位保证 我就是李明哲第一 我就被李明哲了 这种标题我完全不同意 如果一个人主张 从对方来 主张武力统一台湾 外交官可以说 不是欢迎人物 我说这几位 我绝对支持 刚才我阿信好朋友 提到中信这两个字 其实我送给我们的领导者 包括执政者或在业者 中 朱熙 朱氏最好 朱熙说 敬己为之中 敬你自己的力量 敬己为之中 如实 为之信 很实际去做 敬己就是西方人说的 Do your own duty 把你的责任做好 我希望不管哪个政党都如是做 好 我们就请这个 我不要做文字学考证 我们请一分小姐来谈谈谈谈谈谈国民党你怎么隔岸观火 来 大家说站杉杉磚看不太太 至少目前有猪嘛 王嘛 还有韩嘛 至少三方人马还没有定天下嘛 来请 本来还有吴 本来还有吴主席 那现在他也是很明白自己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现在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现在都是在力拱韩国语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年 台湾或是日本其实都会有年度 那个年度会有一个字来代表 我很担心2019年的代表字会不会就是拖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其实都不断地在拖 那现在国民党的沸宏泰立委 还甚至说这个党内的总统提名 要时辰要整个延到六月底 这个一言再言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延到 这个等级截止的那一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也是真的是像胡大哥讲的 就是线路焦灼 本来从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完之后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怎么样 看到的现象是 其实当时国民党所有的社会风向 看起来都一片大豪 但是马上就面临到了 到底在一片大豪的情况下 到底谁可以出来 到底谁可以出来 那以政党的逻辑来说 当然是推出最强的候选人出来 来赢得选举 这当然是一个政党逻辑的 一个非常正确的思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国民党内在铺什么事情 国民党内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想征召韩国瑜 但想征召韩国瑜遇到什么问题 遇到他才刚选上高雄市长 然后选上之后呢 就不断地出去 不断地出去 然后看起来在高雄市 我自己目前是真的看不太出来 他到底在高雄做了什么 就是签了MOU 但水果好像也还没卖出去 那去了香港 结果是进去中联办 过去国民党再怎么强调九二共事 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 进去过香港的中联办 但是韩国瑜去一趟香港 马上进去中联办 中联办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北京政权在香港的一个买办代表 那这次韩国瑜去了香港 就进去的中联办 我想这个意义非常地明显 而这已经不只是九二共事了 这简直是在呼应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异国两制的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目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也发生什么事 国民党发生 吴敦义党主席 他想要跟朱立伦还有王金平谈谈 朱立伦就提出说 那我们公开透明地谈 结果吴敦义主席就说 那先不要谈了 所以原本要跟王金平谈的也延后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谈 那我觉得在这边也是很希望 可以呼吁一下这个吴敦义主席 其实现在大家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政治人物要讲求诚信 要讲求透明公开 因为政治人物 当一旦被选出来之后 你要做的是公共决策 是公共事务的决策 公共事务的决策 就是跟所有人民相关 就包含刚刚胡大哥讲得非常好 我们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 今天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征召 韩国瑜市长做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经过一个 民政言顺的过程 但现在其实国民党看起来就在铺这条路 因为现在看起来民不正言不顺 他才刚选上高雄的市长 怎么没几个月不到 可能就要变成总统候选人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在铺 怎么样让他民政言顺被征召 那再来我希望国民党也回答 到底未来不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是谁 其实我们国家利益在哪里 我真的是很不希望最后国民党是推出一个 就是呼应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总统候选人 我再请教孟凯勤 我再强调 我强调我都不是任何党籍人士 后来我看维基百科 我还有什么某个党 那应该是别人写上去的 我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中立的捍卫者 为什么 今年刚好就是我从事 不管是记者或编辑或政治评论者或主持人 第40年 我有所感 我也做过报社的总编辑 我也做过电视公司的总经理 这种机构都带过了 我现在公开讲 我现在主持的新闻大解读 以及这个民事电视台 是我所经验过 品质最好 员工最认真 最稳定的环境 我公开讲 我公开可以作证 为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要做什么事 我应该做哪些前提 我来这边两年半 这个节目开办已经一年半了 这是我所经验最好环境 各位知道吧 其实到底谁赢谁输 光这个理由 我最近就要拿钱 买一千份鸡牌 请民事所有员工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孟凯说 原来最近 最近也叫牛顿鸡牌 是那个发现苹果落地的牛顿 是 林口很有名的一家老店 好 这牛顿鸡牌 买一千份送给 我表示质疑 因为外面都不知道 我公开讲 民事电视台是我经历过 不管报社或电视台 它的素质 它的员工最认真者 我公开讲 我40年的媒体经过 我公开讲 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 也因为这样 我更要捍卫媒体 包括语坛的言论自由 孟凯你可以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立场 因为你们毕竟 你们家的三个大人 云的 主的 寒的 来 分别评论 请 是 刚 主持人本来讲说 要笑着讲 要这比较开阔 但是抱歉 有一件事情 还是要严肃先正式以为 我是想谈笑用兵 韩国瑜市长 从头到尾 在高雄市议会 或是公开场合 从头到尾 讲得非常清楚 他的政治立场 我想没有人不知道 但是我愿意 在这个节目重申一遍 他支持九二共识 他反对一国两制 他反对台独 就这么明显 就这么明确 而且绝对能够有能力 带领台湾 开大门 走大陆走出去 所以我想任何人 在用任何影射 或是扭曲的话 来加注在韩国瑜身上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公允 没有 他真的有请 走出去中联办 抱歉 但是他从头到尾 他没有接受一国两制 他是九二共识 所以说真的 不要扭曲他的话 来 拉回来 韩国瑜他现在真的非常热 我们说实在 国民党上下 或是我想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 都看到韩国瑜 这一只 这个韩国来 真的不简单 农历年过完年后 二月去马来西亚 三月去中国大陆 四月来美国 确实造成风潮 而且每一次出访 即使大家要抹黑 大家要攻击 但是好像对他来 是没有什么损伤 所以换句话讲 是说大家看到了一个 很有能力 而且是一个蓝银的最强母鸡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希望 我们当然也思考 2020我们要推出最强的人选 所以第一 韩国瑜他确实接地气 他为什么受大家喜欢 因为他接地气 不管是中文讲的 什么发大财 人进来豁出去 或者是说 打给观众面也 如果有兴趣的话 看一下他这次去美国的 英文演讲稿 They talk to the talk I walk the walk 其实非常不是 英文文法的英文 但是很台味 可是大家都听得懂 就是他们讲他们的 我走我的都是公 我坚持我这条道路 不管你坚持什么道路 其实如果说任何人 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 跟信仰的话 我们都应该要予以尊重 好 因为他这次美国回来之后 我研判一定会在 对他的声势 对他的人望 对他的这个整个 要参选总统的呼声会更高 所以是算加分 回过头来 我们党内就要有一些立场 跟表达了 第一 吴敦英主席他已经在三 礼拜三的时候公开宣誓说 2020他不参与这个总统的竞选 那其实他过去也没有讲过说 他要选 只是他这一次礼拜三 更加确定他不选 那他就是成为了一个 确实的keymaker 也确实他就是一个keyman 什么keyman呢 国民党重返执政 最有机会的关键人物 关键角色 那吴敦英主席 既然都已经有这样的表示的话 后续我觉得流暗花明 又一春就明朗了 简单的讲 因为他是一个党中要的制度的建立者 以及就是他要协调 协调底耐 也因此他第一 王金平院长或说朱立伦 这个前市长 他们都要互相的沟通协调 那我相信近期之内 他们一定就会有约访 来做个别的公开的 个别的 不管是私下拜会 或是说公开的讨论 一定都会有 甚至包括说韩国瑜 从这个美国回来之后 也都会来见面 那见面谈什么呢 当然是谈说怎么样协调出 最强的人选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用避讳 朱立伦 我觉得他就非常有风度 非常有气度 他就讲两个权力 如果是征召 全力辅选 如果是初选 全力争取 我觉得这非常好 代表说他也心里坦荡荡 他知道是说 如果有机会 一定拼命的来做 争取成功的角色 如果没有机会 成功不必在我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要予以肯定 那王金平院长 我觉得更是 因为他过去担任 立法院院长 也是非常调和 顶奈的一个人物 那刚刚他讲是说 记者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大佬 来探寻他 其实王院长 也算是我们大佬 所以说我觉得 因为他也是我们大佬 他一定会更加有智慧的 可以去思考是说 怎么样做 对国民党最佳的有利 那不管怎么样 我只深信 王院长最后 绝对不会有任何 脱党或是 这个自行参选的 一个可能性 最主要就是 你看2013年 王院长自己在经历 那时候的所谓 马王政争的时候 他都公开信讲说 最后他署名是 永远的国民党员 王金平 我觉得他这个气度 跟他这一个 以身作者的表现 绝对是值得 我们后面来进来的 这些人来做学习 所以不管什么政党 其实从一而终 并且坚持 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觉得都应该 予以肯定 1977年 我那时候到桃园县的中立市 他坦白讲也是助学 替许细良 后来当选县长助学 我们那时候帮他助学 他是被国民党开除的 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无心勇为国民党党员 我的心永远是国民党党员 公投不要有可能 不要认为不可能 用无心勇为国民党党员 他说参选到底 到明年1月11号 有一次很私密的对谈 王院长跟我聊天 他问我说 他说叫我钟信兄 钟信兄 你那我的年纪 参选总统会不会怎么样 我说没有问题 我用英文跟他讲 H is only a number In Las Vegas Any number can win 年龄是一个号码 到了赌场 每个号码都会赢 他马上他有小步骤 他说这个是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说的 我说我认识一个 美国白人赌徒 开赌场说的 那不用记 但是他一定记得这句话 年龄是一个号码 到了选举场 每个号码都会赢 其实刚才韩式英语 我可以了解 创造一些接地气的英语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Long Time No Sea 头九不见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台湾人早就创造很多 而且到时候被认证了 对 Singlish Singlish最喜欢 我们新加坡的Singlish 最喜欢创造这些字 好 我有一个在台北职业的 美国籍的职业律师 他是华语 但他完全是美国 所谓的ABC American Chinese 美国长大的华人 美国长大的华人 你是ABC 他老是记不下 他看电视都看不懂 他跟我说 韩国语他怎么讲 那位叫做Korean Fish 韩国语 Korean Fish的先生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所以你看这个 因为华裔的美国籍的意思 也叫韩国语 叫Korean Fish 这个名字也蛮有创意的 阿信 你更没有包袱了 针对国民党 你怎么讲 大家等一下 到底有没有一国两制的因应 我不知道 但近中联办是事实 但是韩国语先生的确也在澳门 不如开玩笑说他要竞选澳门的特首 这些会让人家产生联想 我说联想而已 我们也不要马上贴标签扣帽子 阿信怎么看 我想这个议题让我想到前两天 柯P市长他讲 人家问他 他觉得他比韩国语怎么样 他说当然比他优秀 of course 然后说如果国民党征召韩国语呢 他说don't worry 为什么这时候大家都要烙音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而且他的那个worry的发音好像 don't worry 那我想其实 你在场你觉得为什么 大家都开始烙音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可能现在新闻在美国 在采访这个 大家都从美国回来 还是在美国访问的过程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从来没有一次 竟然总统大选 国民两党都在拖 把这个时辰一直往后延 那我觉得国民党这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到底你的民主机制 是怎么产生总统候选 你上一次已经有出现 换柱的问题了 那你这一次呢 你怕这个 这个后遗症再度重演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干脆 我觉得依我在看 他根本就是复制 上一次韩国瑜选市长的 这样一个模式 他怎么样呢 就是说党主席 他先去征询 有可能要选的人 包括黄昭顺 杨秋新 问他们要不要选 等到他们都没有 要选的时候 他再来征召韩国瑜 韩国瑜是初选 九合一选举 他是初选 打败了陈一鸣 所以说他要当任 我们的代表 对 所以他前面的运作 是这样 因为原本预计 就是部分区域 就是黄昭顺 他要出来选市长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运作模式 其实也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如果初选 有人的话 你没有办法征召 要不然你初选产生了 后面再来征召 那不是跟换柱一样吗 所以这个也是 自打嘴巴的做法 所以他才会去征询 那现在这个朱立伦 朱市长他讲说 他可以 如果征召的话 他也全力支持 那唯一就是 王金平王院长 那我想以公道博的立场 我认为他的说话 他能够在立法院这么久 说话是相当有分量 而且有信用的 所以他说 选举公报上 一定有他的名字 我觉得他应该会说到做到 他不会说 就这样子被劝退 但是同样的 就会造成国民党 提名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 这个 现在看到英德 他们可能有分裂的问题 国民党呢 如果一直坚持这样走下去 也是会有分裂的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 矛盾点在于说 国民党这一次是不能输 为什么不能输 因为现在党产 被党产会 把持的丢丢的 控制的丢丢的 只是冻结而已 不要乱花 对 那所以你现在呢 唯一 叫重返执政 才会有翻身的机会 如果没有办法重返执政 一切都是空谈 下一次他更难选 所以我相信 国民党的立场 他现在就是只想赢 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呢 我对国民党 我认为说 应该有一个忠告 就是要嘛 你就是走大陆 开大陆 让大家去走嘛 如果要 要参加总统选举 韩国要选 那你就要求他去登记嘛 他都不登记 那你就照着民主的程序走 就是办初选了 没有说这样 一直推来推去 然后时间又往后延 最后呢 再来用他们几个人 去瞧一瞧 再推出一个总统候选人 好 我看很多 有台的这段节目 他们的标题是 跟着标题走 在做评论 我不一样 我像大家讲 每周二 谈司法金融税制 每周三谈 党产归零转型正义 我一定谈下去 我要谈到 明年1月11号为止 我一定谈 没有人要谈 当然 我公开邀请像 邱大展行管会主委 以及前主委林德瑞先生 也邀请党管会主委 财委会主委的刘泰英先生 我公开讲 这样才平衡 我也邀请党产会 以及促转会的 相关人士来谈 当然我也邀请 陈主祥律师跟黄宁律师 因为我已经邀请他 做我们这个节目的固定来宾 来从法律 因为这是法律问题 其实这是法律问题 非常专业问题 最后 各位认为只有民进党国民党 时代力量有门票 亲民党有门票 柯文哲市长会不会联署 如果王近平院长是参选到底 说选举公报一定会不会联署 不是只有两组 可能三组四组 甚至五组 至少1996年有四组 我还记得李登辉总统得到54% 陈里安得到10% 我都还记得 我这数据我都还记得 换句话说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我愿意做结论 我这个节目 请你们也提出 司法金融税制党产 转移政策的诉求好吗 第二 我们更关心不管哪一党籍 请关心国家认同 民主价值 我就用YSL这句话 我这一天都要引用 我觉得这就要讲太好了 最大的这位设计师 YSL说 Fashion's fate Style is eternal 流行时尚会凋落 会会有起有落 用网路民调 网路流量 民调都是Fashion Fight 会凋零的 但是你的治国风格 你的人格特质 你的言行一致 你的愿景目标 让人信赖 这style 这个风格才是永久的 我提取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管你要选立委 或选总统 包括任何职务者 是不是boss的style 你的风格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关心的 尤其是要关心国家利益 全民福祉 国家安全 这是我们台湾人 共同的终极关怀 感谢三位 下一回再来一起来谈 基层的声音 谢谢